把蒜头放在枕头下面有助于睡眠品质。 蒜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食物,它被用来作为调味料及食材已经好几千年了,蒜头与洋葱很像,尽管味道很重,但它是世界上消耗养最大的食物之一。 在古代,它被用来帮菜窑调味,抵抗虫害甚至是恶魔。 虽然最后一项纯粹是迷信,但有很多人认为蒜头可以帮助消除负能量。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知道蒜头含有丰富的必需营养素并且具有许多重要的药用特性,对健康有许多益处。 以下我们将分享一些最重要的属性,和有些人用来让自己睡得更好的有趣方法。有兴趣吗? 蒜头的营养特性 蒜头提供了大量的卡路里,每100克高达100卡,然而,因为我们不可能会一次吃很多,所以不会导致体重增加。 蒜头内含有可改善生理和心理表现的复合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它提供大量的维生素B群和必需矿物质,如纳、钾、鎂。 然而,其主要益处还是归因于像蒜素这样的高浓度含流化合物。 蒜头的主要益处 虽然对人体来说它并不真的被认为是奇迹物质,但它的许多效果使它成为最好的超级食物之一。 其有益的化合物可完美地用来治疗各种类型的感染,代谢温暖和呼吸系统问题。 事实上,蒜头中所含的抗氧化剂和抗炎物质使其成为心血管健康的强大盟友。 吃蒜头可以改善动漫弹性,减少多余的胆固醇,以及调节血压。 它也改善了血液流向身体的个别细胞,并有助于防止过早老化。 它可能具有比某些合成抗生素更好的抗菌和防腐成效。 它是一种天然的利尿剂,可以对抗组织细胞中的液体滞留和发炎。 更重要的是,那些吃比较多蒜头作为健康饮食的人,比起那些没有吃的人减重效果更好。 为什么把蒜头放在我的枕头下面? 现在你对蒜头的好处有了更多的了解了,我们要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疗法,就是每天晚上在你的枕头下放一半大蒜。 特别是对难以入睡的人来说,这个被用来改善睡眠品质和深度的古老家传秘方,时代相传。 蒜头中的含硫化合物及其香气具有保持安定的作用,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 在古代,人们认为蒜头能够提供保护以对抗恶魔。 实际上,这种安全感是由于其天然的新含量。 那个味道起初可能很难习惯,但忌天之后就不会有问题,你会称赞它是失眠的最佳救星。 更重要的是,它甚至对生理表现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蒜头有助于你为明天补充能量。 要补足这种疗法,我们建议每天空腹时至少吃一半蒜头,加不加柠檬则随意。 用蒜头自然疗法睡得更好。 另一个利用大蒜的优点以睡得更好的有趣方式时,准备具有放松成分的天然饮料。 材料。 牛奶一杯。 压碎的蒜瓣一片。 蜂蜜一茶匙。 做法。 在锅中混合蒜瓣与牛奶,加热至沸腾。 继续煮沸三分钟,然后从火源上移开放凉。 加入蜂蜜,就可以饮用。 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你应该在睡前约半小时饮用。 除了是最好的调味料之一以外,蒜头是你健康的强大盟友,还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你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享受它,但是是像这里列出的替代疗法总是有趣的。